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就是说刚提到说 一个笔电或者一个手机 它在进入到一个网络的时候 它为了找一个基地台做连接 它必须有所谓的prop探测的风包出去 然后从不同的基地台这边 收到所谓的response 然后在中间再跳一个跟它做连接 我们看一个例子 假设我们看这个例子里面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假设b这个node 它就在所谓的ap1跟ap2的中间 那我们首先看这个nodeb 那它会第一个 它会送一个所谓的prop这个讯号 在这个动画里面 这个b就把这个prop的这种frame 就等于说广播出去了 那每一个听到这个广播 的这个基地台都会回应 那我们这里面 这个蓝色的这个圈圈里面 所涵盖的覆盖范围之内 我们看到有ap1跟ap2 就是两个基地台 它听到了这个prop的讯号 然后这两个基地台 接下来它就都会 我们说基地台就一样广播一个叫做response 就回应了之前这个prop的需求 这个b就收到来自于ap1的response 跟来自于ap2的response 这两个response收起来之后 那这个b在自己来判断说它到底要连接到哪一个这个基地台去 通常都我们选这个讯号比较强的这个基地台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说这种所谓的让我们的手机 或者是所谓的这个笔电 能够连接到一个基地台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我们叫做scanning 那这个scanning本身又分为两种 一个叫做active scanning 那所谓的active就是相当于是让我们的笔电或者手机 让它来主动 让它来主动 就是它主动做这件事情 也就是说它比如说我们的node 比如说我们node在移动的过程当中 因为刚刚也有提到就是说 因为我们在移动的时候 可能会跟我们原来连接的这个基地台会渐行渐远 就是因为我在移动 所以我距离可能会越来越远 那距离越来越远就是我们的讯号就会越来越弱 所以当这个node觉得说 它这个讯号已经有点不是很清楚的时候 它就可以主动的做这个prop的动作 就是说这个由node主动来做扫描的这件事情 它是可以在任何时间做这个动作 它只要一送一个prop出去 它就可能收到不同的response 然后它就看看说哪一个比较好 所以一开始它如果是比较贴近一个讯号墙的基地台的时候 它送这个prop都是这个基地台回应它是最好的 但是可能它因为随着这个移动 它慢慢地远离了这个原来的基地台 所以它的讯号就越来越弱了 这个时候它再送一个prop 可能就是发现说另外有一个基地台它的回应 response的讯号更好 那它就想可能就找另外一台了 也就是说这种由不管是笔电或手机 由它主动的来做这个扫描的动作 我们就叫做所谓的active这种scanning 就是当我们的node它在移动的时候 可能从一个ap的范围移到另外一个ap的范围 它会送出这个prop的讯号 而且是有点是周期性的在传输 或者说连续性的在这样的传输 因为它要尤其在移动的过程当中 希望能够随时找到更好的这个基地台 所以这种prop的讯号就会变成说要长长的 一次再连续的再送出去 那最后当它移到这个新的基地台 我们叫ap2的范围之内的时候 它可能就会收到这个prop的response 那这个讯号发现说 它可能比这个原来的ap1的讯号更好 所以我们说它就associate with ap2 它就等于说跟这个ap2去连结 我们还是看一个动画的例子来看 好,一样在这个例子里面 所以我们假设这个c它原来在这个ap1 像我们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假设c它现在在这里 它在这个ap1的覆盖范围之内 那等一下它会慢慢地移动 它会移动到这个 假设它会移动到这个ap2来 那它在移动的过程当中 它就会不断地送出这个prop这个讯号 然后不断地在探测看看说有没有更好的基地台 有没有更好的基地台 这个动作我们等一下会用一个动画来表示 我们先看一下 首先这个c它就开始移动的时候 就一边移动 它就一边送这个所谓的prop的讯号 一边移动一边送 好,在这个时间点我们发现 这个c它已经移动到 比如说是在ap1跟ap2他们的间接的地方 有点是交界处 那这个时候它送这个prop 它会收到来自于ap1还有ap2的这个response 两边都会收得到 这个时候它就看看它应该选哪一个讯号比较强的 其实因为这个c可能正在离开ap1 所以这个时候它一般会选这个选到ap2 那我们说如果它再往ap2这边再靠近一点 它基本上根本已经脱离了ap1的范围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当然说这个c它就会选择这个ap2 当成它连接的这个对象 就是说c在这个移动的过程当中 它会不断地送出这个prop的讯号 那每一次prop可能会得到一个 或者一个以上的这种response 那如果收到两个或两个以上 代表说它同时已经可以碰到好几个基地台 然后它在能够碰到的基地台里面 挑选一个讯号最好的 跟它做连接 这个就是我们讲 如果是这个我们讲笔电或手机 它来主动来寻找基地台 这个动作我们就叫做active scanning 那相对于active scanning呢 事实上还有另外一种做法呢 我们就叫做所谓的passive scanning 那passive scanning是所谓的被动式的扫描 那什么叫做被动式呢 被动式的扫描就是说 这种跟基地台连接或者寻找基地台的动作呢 就不是由node来发起 刚刚提到 如果有手机或者笔电 这种无线node来发起 主动来做prop 这个叫做所谓的active 主动式的 那现在反过来 那我们从基地台来发起 就基地台本身呢 它本来就会周期性的 我们讲piritically 会送一个叫做beacon的frame beacon的frame 就是说那个基地台本身 它就会送一个beacon 送一个beacon 告诉它所涵盖范围里面的这些node 那这个beaconframe里面 会带有什么东西呢 通常会带着说 那我这个基地台 比如说我的基地台本身的 所谓的transmission rate 比如说我的速度是多快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的这个基地台有很多种版本 我们最早期的有2Mpps RTB 802.11 后来有802.11.a 点b 点g 点n 所以是不同的基地台 它其实在因为传输的技术不一样 速度是不一样的 所以当我们在碰到一个基地台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到 这个基地台会告诉我说 它现在的传输的速率多少 比如说你原来可能是一个 2Mpps的基地台 那你移到右边去的时候 发现它是54Mpps的基地台 那说不定我们刚刚提到说 我们这个prop一送出去 会有很多基地台回应 这个基地台回应除了讯号比较强弱之外 它还带着说它们的速度是多快 所以一般我们都会找 第一个讯号比较强 而且速度比较快的基地台 跟它做连接 这样对我们在等一下传送资料 接收资料比较方便一点 也就是说基地台本身 它必须把它的能力 我们讲它的这个capability 做一个类似广播出去 比如说我是54Mpps的基地台 那旁边有一个i3802.11n 它就广播说我是108Mpps的基地台 我是108Mpps的基地台 那你听到了这些所谓的Bitcoin的时候 你看看你要不要跟我做连结 如果你要跟我做连结 好那你就一样 送association request 等于说那你来跟我做连结 那我再response你 那我们就连结起来 也就是说 这种所谓的被动式的扫描 是由基地台 它们不断的在做所谓的Bitcoin的frame 而且这种Bitcoin frame本身 是所谓的周期性的 因为它可能每隔几秒钟 它就送一次 每隔几秒钟就送一次 然后基地台本身不会动 但是我们的笔电 我们的手机一直在那边移动 所以谁听到我这个Bitcoin frame 那你就知道说我在这里 那我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我的速度有多快 那至于你的讯号是强是弱 那就看你跟我的 假设我是基地台 那就看你跟我的距离是多远 如果你很靠近我这个基地台 你的讯号很强 那如果你离我很远 比较远 我的讯号就比较弱 那事实上我们这个距离的远近 将来这个传输的速率也会不一样 好那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就是说在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还是一样说 我们假设有三个基地台 AP1 AP2 AP3 好那我们说在Paste Scanning 也就是说他们这三个基地台本身 他们会就是周期性的 做所谓的Bitcoin的frame Bitcoin的广播 那我们看看 那一开始像我们C 现在也都是在AP1 等于说在第一个基地台的 这个覆盖范围里面 那目前C 它也只有连到所谓的AP1 所以它现在的所有的通讯呢 都透过这个AP1 好那我们说 那假设这个C在移动 那它就慢慢慢慢地移动 现在移到 这个AP2来了 那移到AP2来的时候 它就听到AP2的这个广播 一样的 刚才讲的Bitcoinframe 说我的速度是多快 我的讯号多强这样子 好那这个时候C呢 它从AP1 跑到AP2的范围里面来 所以它就跟AP1就断掉了 它就连接到 这个AP2里面来 那它的连接方式也是一样 当它听到这个AP2的这个Bitcoin 之后呢 然后它就回应一个叫做 associated request 好那AP2收到这个request 如果再回应它一个 所谓的response 那它们就连接起来了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 让我们的所谓的node 不管是手机或者笔电 在它找基地台的这个过程当中 有两种做法 一个所谓的active 一个所谓的passive 那active就是由我们的这个手机 或笔电主动地去找基地台 那passive就是基地台本身 它周期性地就会广播 它的Bitcoin的frame出来 然后我们只要听得到这个广播 就设法跟它连接就可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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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